黑罗地亚在1990年才从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分裂 但其实这个国家早在1102年已经失去自主权 他们一直在奥匈的统治下达900年之久 二次大战后,他们又成为了南斯拉夫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部分 萨格勒布在1991年才成为首都 萨格勒布的旧城分为上城区和下城区 而上城区最美、最触目的建筑物就是Cathedral of St. Stephen 教堂前面的大广场,树立了圣母马尼亚的数像 它是保守着整个城市 这座新歌德式建筑,旁边是主教府 一直以来,它都是这里的政治和权力的中心 在上城区市中心 最兴望的就是这个每一早上都会有小贩在摆档的市场 这里什么都可以买,濕货、干货、玩具、食肆都有 撒格勒布的市民每一早上都会来这里采购新鲜又美味的食品 他们仍然用法码来做秤 还有一些穿着传统服装的妇女在这里摆档 你看看阿婆顶没有多漂亮 市场门口树立的女性雕像 就是克罗地亚小贩一向的形象 石门 是上城区石果仅存的旧城门 建于13世纪1731年的一场大火将城门烧了 只剩下圣母像 因此他们将圣母圣鹰像周围建了一个教堂 现在仍然有很多信众来这里 向圣母祈求 圣母祈求 在圣母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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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间教堂非常有特色 门是哥德式 但窗是罗马式 被圣母祈求 这间教堂的面积 虽然不大 但在门楼前面 有耶稣和十二个门徒的数像 还有哥德式的塔 并且屋牙非常有奥空的风格 用了一些彩色的牙 来砌出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文章 对正广场街角有这位英雄的素杖 他曾经领导农民起义 后来在广场上被人斩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座古老的炮流曾在驱逐土耳其人入侵方面立功 每天中午他仍然会明炮 正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